你见过白化动物吗 它们一向被古人视为修炼千年 白化成仙的神奇存在 白龟白蛇白虎都有着神秘的传说 今天给大家介绍九大神奇的白化动物 最后一个有点吓人 请谨慎观看 命运仿佛开玩笑似的 在这只小海龟的胸口开了一个大洞 就让它看起来既美丽又妖异 白化小海龟的主人第一次见到它时 就被这奇妙又旺盛的生命力折服 它给小海龟取名为Hope 竭尽全力地给予它生的希望 需要时常换水 提防细菌感染 毕竟Hope没有完整的盔甲 主人将它的照片发布到了社交媒体上 引起轩然大波的同时 还激励了很多人 哪怕被雷劈死八次 你也抓不到一只白化的龙虾 抓到它的概率是一亿分之一 2018年 一个渔民在斯托罗海岸 偶然抓住了一只白化的龙虾 因为缺乏色素的沉着 它看上去几乎是透明的 在海里游到时 仿佛幽灵一般 这个幸运的渔民抓到它之后 拍照留作纪念 当地人认为抓到白色动物 意味着厄运 处于畏惧 渔民选择将它放生 澳大利亚港口曾经有一条 幼年打白沙 割拳死亡 它通体血白 全身上下没有任何的皮肤色素 和正常凶猛的大白沙相比 它显得格外温柔 令人诧异的是 当地的渔业部门 甚至没在它身上发现一丝 受伤的痕迹 这条白化大白沙死云不明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些动物 更加的神奇 西少且美丽的白化动物 2019年野生动物摄影师 吉奥佩塔 拍摄了一张令人惊叹的标本照片 它在斑马群里面 发现了一批特殊的斑马 这批斑马仿佛是出生时 墨水不够用了似的 原本应该黑如钥匙般的条纹 居然变成了白金色 这种类型的白化病 在驯养动物身上不算稀奇 但是这批白化病斑马 可是野生的 并且还被正常的斑马群 毫无芥蒂的接受了 2017年 探险家马德斯在挪威 发现了一只极为罕见的 白化小树鹿 尽管这只动物 几乎被茫茫的白水伪装了起来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对于人类的接近 毫不在意 还对镜头格外的好奇 马德斯甚至能 直视小驯鹿的眼睛 他抓住了这美好的瞬间 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照片里的白化小驯鹿 美的就像是童话里的动物 全身洁白如精灵 仿佛圣道老人的驯鹿 真的来到了人间 也难怪古人把白鹿 视为天将祥瑞 在古代的传说中 白鹿是好运和繁荣的象征 相传见到白鹿 还能向他许愿 心善者欣赏事成 视频前的你 也赶紧许个愿吧 臭鹿又如其名 喜欢用屁股打架 蓬松的大尾巴 一翘就会喷出 奇臭无比的液体 臭鹿毛色通常是 黑白相间的 然而 这只误入人类后院的臭鹿 却是通体血白 两只眼睛跟兔子一样 红通通 这只白化臭鹿 靠着萌萌达的外表 获取了人类的信任 以出卖色相换取食物 白化臭鹿是因为 体内的黑色素无法合成 一生白毛在野外 异常显年 生存的几率 要比正常的臭鹿低很多 独特的颜色和可爱的蒙太 你想拥有一只 这样的宠物吗 九种全球最贵的白化动物 白化鳄鱼 一只价值上亿 全球近身二十只 1966年 赤道吉内亚的农民 杀死了一群大猩猩 而这只白化大猩猩 因独特的颜色 在灭门残案中 剪合了一条小命 这就是世界上 唯一一只白化大猩猩 雪花 雪花很快就被送往了 巴塞多纳的动物园 还于1967年 登上了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 可惜 白化动物因为缺少黑色素 很容易被太阳晒伤 雪花也因此引发了皮肤癌 这只珍惜的白化大猩猩 神奇的一生 就止步于2003年 一百万条鳄鱼中 才会出现三条白化鳄鱼 每一条白化鳄鱼 都价值上亿美金 它们显眼的白色皮肤 使它们很难在野外生存 加上白化鳄鱼的体质虚弱 对光敏感 只能在动物园的精心呵护下成长 因其如珍珠般美丽的外表 和昂贵的身价 白化鳄鱼成了捕猎者 和贩卖商家的挚爱 更离谱的是 它们连动物园的白化鳄鱼 都不放过 2008年巴西的一家动物园 七条珍稀白化鳄鱼 临其被盗 现场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奥拉利亚有一头 名声响亮的白化鲸鱼 因为太稀有 甚至被政府联合立法保护 任何人与船只 不得靠近它500米以内 围者将面临罪恶的罚款 它就是世界上 唯一的雄性白色坐头鲸 米加罗 1991年 米加罗第一次出现在人类视野 它在海中跳跃的身影 神秘又独特 成为了澳大利亚赏金皇冠上的一颗耀眼明珠 米加罗甚至还有自己的社交账号 迎来一群狂热的粉丝 每个生命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白化病只不过为他们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白色面纱 白化病人还有一个美丽的外号 月亮的孩子 搜索在这里 祝月亮的孩子们都能够幸福安康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我 上期视频更精彩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